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8月11號 近年有些香港人移民英國 除了成年人要面對過去怎樣賺食 怎樣融入當地都未必適應之外 還有的是小朋友青少年他們所面對的變化 可能更加激烈 日前移民去過台灣 再轉接去了英國最終回流香港的一位youtuber 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誰了 真心活 真心活可以說他的回流事件 一條channel把香港的回流話題推上高峰 其實他當時說他回流香港的時候 什麼網民都好 都好奇真心活回流的原因 當時客觀地他都真的要去處理回流的事情 他都應該都真的十分忙碌 所以影片當中他對回流的原因 算是講得比較少的 當然可能是他怕得罪某些人 所以可以點到即止 去到日前他就出了一條影片 邀請他兒子說一下 在英國讀中學的一些經歷 原來過度去讀書並非他想像中的美好畫面 真心活的兒子就在影片當中說到 自己在英國一間中學讀書上學的第一日 在入校門之前就已經見到一個學生在吸煙 入到課室門口的時候 就已經見到一堆沒穿校服的學生 在拉拉扯扯拳打腳踢 而老師見到只是口頭勸喻一下 沒有實質行動去阻止 似乎默許了這些打鬥事件的發生 而他入到課室之後 老師都沒有做什麼介紹 只是介紹了一個香港人同學給他認識 而其他同學也都不會怎樣打招呼 他只是默默地坐回那個位置 而課室後面就坐滿了 他所說的問題青年、壞壞、爛仔 各種的形容詞 那麼這些問題青年 還會在課堂上扮狗肺 對著老師 騷擾老師上課等等 甚至老師叫他坐好 有些同學還對過老師舉中指 大叫等等 兒子還說到 上課的時候 那些同學有一些很文青的 會看自己的書 看一些故事書 那有些呢 就在這裡打機 有些呢 就在這裡聊電話 不是戴著耳機的 而是呢 他是打開一個zoom 光明正大就這樣在這裡聊電話 甚至有些男女同學 不是 就是同學裡面 有些是男女朋友關係的情侶 在課室裡面揚揚矽絶絶等等 那反正就是沒有人 uczacks 只是顧著做自己的事 那之後他還提到 他在學校遇到學校的校霸去挑釁自己 甚至拍他大頭 他當時只好無視對方 除了這樣之外 他還表示校園裡面有香港人提醒自己 說這裡的人很喜歡用武器來打架 樓梯口更加是常見的伏擊地點 要注意不要一個人出入 也不要單打獨鬥 若果真是發生打架事件 一定要叫其他香港人來幫忙 說到這裡 他是蓋炭講什麼了 這個什麼世界來的 兒子聽到其他香港同學給他的心得之後 他就開始有些準備 他就把他帶上學的鐵水壺 倒乾淨水 減輕重量用來防身 因為鐵水壺方便搏人 重點還提到搏下去要搏頭 另外他還準備了一把cutter 放在西裝的袋裡 同樣是用作防身 仔細怎樣使用呢 Simon就不多說了 他坦然自己很多生活細節都不記得了 但是他一定記得有把cutter收到袋裡 而且影片裡面 兒子還說過 當時就已經有跟真生活 即是跟老爸說過這件事 不過真生活當時太忙了 他當時意識不到這件事的重要性 兒子還說到 校園裡面 老師其實是管不了學生的 大概意思就是 這個社區這個社群這些學生 老師根本就管不了 事實上也都懶得理 後面也都說到 他覺得那些老師起到客氣這樣 看到打鬥事件 都只是會勸說一下 勸說不到就會離開 因此學生的私了情況 在校園是十分常見的 兒子也都目擊過不少校園欺凌的場景 尤其是香港學生有被當地學生欺凌 譬如在路上突然間在後面推你 踢你一腳 大聲嚇一嚇你等等 坦然香港人在學校是比較好欺凌的 至於怎樣應對這些欺凌 他自己都有一套法則 譬如人家要跟你握手的時候 你要特意用力 頭不要垂下 要惡高的下巴 簡單說就是要型 要告訴別人你是強勢的 大概是這樣 我就不多說了 他坦然 在英國 在英國 牽口是行不通的 要有型 不可以說 thank you sorry 這些東西 是不行的 大概意思就是 別人見到你好欺負 就會欺負你了 別人見到你 可能是硬正一點 就未必敢打你了 按一下的意思 以上主要就是 因為真生活那條片都三十幾分鐘 以上那些主要都是那些 報導的內容 已經相當簡短了 Simon也補充幾個細節 當中就有說到 兒子試過是遲到半小時的 回到學校都知衰的 立即跟老師說 對不起啊遲到啊 不好意思啊 但是老師就是 很隨便地說 不要緊要 沒事的 之後也都發現 還有一大班人是未到的 坐在座位的時候 有同學就問他 你去了哪 他以為兒子 你呢 是出去玩啊 所以問他去了哪 然後呢 兒子就回答他 我真的遲到 同學就告訴他 遲到很正常 不要緊的 這些東西 之後呢 就是那個 老爸就有說到 開學之前說過很多東西 有說過說不准遲到的 兒子就表示 說那些東西 真的只有講字 他還舉例 學校有那些集會 就是朝早集會 那兒子的班級呢 有百多人 而集會呢 最終就只有二三十人出現 那兒子自己就是其中一個傻仔啦 他自己這麼說 另外他還有說到 那裡呢 有一個特點的 就是 不穿校服 不打胎 不背書包 不帶筆 只是帶部手機 完全就是回來開派對 就是講那些同學 另外還有說到 就是 他兒子覺得 最深刻的一次打架 是在上課的時候 突然間 兩個因在玩 一個推撞 導致另一個因 突然不開心 就衝上去 一腳踢上去 那整件事呢 是在老師 一米左右的距離發生的 那老師是什麼反應呢? 是沒有什麼理的 就這樣揮一揮手 就繼續上課的 那兒子 蓋嘆 他們在老師面前當眾MMA 都真是第一次見啦 那影片的內容呢 大概就來到這裏 那有網民就留言說到 我都是疑英兩年那批啊 在小學上班 不覺得英國讀書 生活合適亞洲小朋友 特別是性格來年那些 那好在我們都不會生小朋友 英國尚算適合年輕夫婦生活 但是有了小孩 就要小心選學校啦 那這裏就有個矛盾 就是有些人呢 就說為了小朋友而去那邊 但是看清楚一點 就說那如果有小朋友呢 那過到去又有另一種的小心 是不是? 那也都有網民就留言說到 本人就住在美國四十年 那麼任教芝加哥 即任教不同地方的那些公立學校 超過二十年 那麼有小學初中和高中 我只想說片中那個男仔 所說的都是事實啊 大概意思呢 其實歐美呢 也都有這一種的情況 這種的問題 那麼 除了說一些的網友間接 就告訴我們那種情況是真的之外呢 那麼也都有一些網民就分析 這些的細節 那麼有網民就說到 這個是邏輯問題 那麼 那麼不是投資移民 拿BNO過去的人呢 可能啦 資產有限 那麼去到英國住的區呢 可能是比較差些的 那麼也都是在英國獨公立學校 那麼以為好著數 那麼如果那間學校是 立刻有位給你的話 那麼那間學校好極都有限啦 是好的學校 本地人都會爭住進去讀 那麼怎麼會輪到你們 啊 香港新移民啦 而公立學校都有好東西 不過就好像全世界一樣 因為好的公立學校 大家都會爭住去讀 附近的物業也都會跟著水漲船高 所以 一些BNO人士呢 就未必負擔得起的 那麼對修生要求的成績 也都非常之高 根本沒什麼可能是walk in 就有得進去讀 那麼在英國所謂英式教育 是私立學校 英國的頂級大學 有超過六成的學生 都是來自私立學校 而私校就佔了全英國學生人口 只有7% 真的為了下一代好好的 在香港賺錢 送小朋友去那邊讀優質 私校 更實際 這樣 那麼這裡呢 Simon就要 講一講 我不知道他所提供的數據 私校佔全英國 是不是真的只有7% 而英國頂級大學 修生呢 有百分之六十是來自私校 這個數據 我不肯定 不過大概意思應該都走不掉的 那麼有網民還留言說到 好 喜歡聽實話 聽真話 那麼其實還有幾多網友都有提到這一點 難得真生活的一條影片 能夠講出那邊的真相 那麼上下的意思 那麼這位網民還講到 我兒子是讀英國東南某個地方 一個很出名的私立小學 每年大約三萬英鎊 中學要四萬五英鎊 那麼第一日上學 就在課室裡被人當眾除庫 冬天被同學用水桶 由頭上面淋下來 惡霸日日打人 上報給老師同學校校 校長回應都說 被欺負 即是代表你的小朋友都有問題 那麼無法解決的 賺錢第一 事情都被人掩蓋著 英國人不喜歡是非分明 不喜歡責任 老師都經常霸凌一些社交能力差的同學 那麼熟悉家長會長都認識很多人 知道很多被欺負的小朋友 怕父母擔心 回到家都不願意說 不只華人會被欺負 後來發現唯一解決方式就是打回去 令到對方害怕 這個失望也是我們回國的主因 加上頂不住英國的社會沒有信用 重要的承諾全部都反悔忘記了 送包裹過來都可以跟你玩假簽名 假電鈴 即是假禁鐘 搞到全部不見了 申訴都沒用 造屋 退租 握錢的也都一堆 公共服務落後等等也都頭痛 他還說到很多在小學畢業之後會轉學 但其實都差不多 說到南部一間私立的中小學 A-Level Top 10的學校 裡面他說 奸淫老略讀什麼壞事都有 去年有學生的手被人打斷了 他還說到 英式教育內容是好好的 只是如果一個小朋友是不夠早熟 個性不夠強的話 就不太適合在英國讀書 西方人是早熟一點的 而且很難接受英國人處理的方式 永遠凡事無是非 他還說到 他家是住在公立小學旁邊 每天上學放學都會見到一堆人 在門口吃煙的 戀七八糟 最後Simon想自己說一下 對於這條影片其實也有一些網民 有一股聲音就說 哎呀那邊啊你說那些 學生頑皮啊打架啊粗口啊 欺凌啊吃煙啊 香港不一樣有 Band 4、Band 5的學校都是這樣的 那對於這一點呢我想說一下 當然啦 你說最簡單 吃煙打架啊粗口啊 這些欺凌啊 香港有沒有啊 當然有啦 但是這個就涉及這個普遍性的問題 除了其實剛才那位網民 他的留言都有說 我住在某個小學附近 那個小學上學放學都確實有一堆人在門口吃煙的 其實兒子在那個影片裡面都有提及類似的話題 講到那些學生一出校門就吃煙 老爸問他真心悶 不會全校都吃煙吧 兒子就說 不是 最少一百個咯 整條街都是煙頭 那這裡就大家意識到 吃煙大家都有吃煙的 難道我說香港真的沒有嗎 有的其實都是有 但是就問你了 香港有沒有學校是放學 學生走出門校門 點你一百支煙 一百支 就是他是講最少的 我就 打多個八折 香港有沒有學校 那些學生一走出門口 點你八十支煙 我就問你這件事 是不是 上課那裡 那些學生不聽書 都不用騙人 Simon都不是一個很好的學生 但是 Simon的理解就是 我那個年代 就沒有那麼輕智能電話 那那個年代 可能在桌底 發訊息 在那裡聊天 沒有聽書 是一件事 但是你都知道是桌底 但是呢 他就講到了 那些學生呢 簡直是打開一部 開手機 開著Zoom 在Facetime 在那裡聊天 不是戴著耳機 大佬 簡直就是在聊天 有些是光明正大打電話機 我現實一點 我那個年代 我都試過打電話機 那都是小適時間偷偷地打的 怎麼會 好像他們可以上課來玩 是吧 這個呢 就是那些東西是有的 但是普遍性問題 是吧 導致到呢 再加多一句 就是那些學生 可能都真的會 比較兇 導致到那些老師呢 打一份工的 是吧 表面上我來勸喻了你 那不行了 那我就走了 難道我和你打過嗎 是吧 我來打一份工 所以就 兒子會覺得 那些老師呢 管不住那些學生 但是香港這方面呢 就管得比較好一點 導致到不會說 越做越差 那我認為 看來呢 香港比較差的那些學校 那個秩序問題 都好過英國那邊 比較差的那些學校 秩序這一方面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到最後 如果觀眾你有其他看法 也可以在留言區說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讚好和分享 那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